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最後一站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自由稀釋 343最近正在大力宣傳他們的戰役合作模式 但粉絲們似乎不領情 留言的內容依然炮火全開 為什麼會這樣? 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幫我看廣告,非常感謝 以前的最後一站都有合作戰役 但無限直到遊戲上市後過了7個月才特地發文說我們要來測試合作功能 真的東缺西缺 難怪粉絲會失望 會去留言大力嘲諷 合作戰役不僅僅只是一個功能 而是一種樂趣 一種無可取代的回憶 玩家們在過程中殺出重圍 或是彼此背叛搞事 都是只能在合作戰役才能體驗到的快樂 但無限非得過了這麼久才推出 錯過了黃金時期 不知道還能不能救回來 7月28日的貼文 343說只要有參加合作戰役的測試 就能得到圖片中的徽章 可是這個徽章是當初參加BETA測試時就有送過的徽章 現在被343回收再利用 結果可想而知 又被粉絲好好嘲笑一番 欸已經拿過的東西還要再拿一次 難怪會被嘴爆 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 已經有粉絲用模組做出了合作戰役 這代表合作戰役這個功能應該不難做出來 我的意思是 連粉絲都能做到了 343這間匯集了許多人才的公司 卻還僅僅只是在測試階段 真的要好好改進 最近有則洩漏消息顯示 玩家的創意比343還要好 根據報導 有玩家用還沒推出的Forge製作了PT地圖 可見Forge功能的強大 隨便去YouTube打關鍵字 就能看到一堆非常瘋的內容 但343卻說要等到第三季才會放出來 無限的設計總監在5月時離開343 他曾製作過4代跟5代 藝術總監也在7月時離職 為最後一戰貢獻了14年 兩位大佬的離去 不知道會對無限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不過前Bungy總監最近加入343 擔當技術設計總監 希望他能好好整頓343 無限的多人對戰作為一款免費遊戲 經營的實在不是很成功 第二季要維持半年的前提 就是內容必須很豐富 但只有兩張新圖 三個新模式 兩個一點氣氛也沒有的活動 打個AI長就能拿到的每日經驗值 我缺一點動力也沒有 完全不想開遊戲 可能343也知道他們的活動很無聊 所以我在打第二次的獸群活動時有發現 沒解開一個活動挑戰 活動獎勵直接給你兩個 所以不用像以前那樣解10個活動挑戰 只要解5個就可以解脫了 每次無限初心活動 我跟朋友才會回去玩 因為那些獎勵屬於十字無味 氣之可惜的性質 而且我們在玩的時候都會問彼此 今天的血愛要吃了嗎? 可見這款遊戲真的沒帶給我們太多的樂趣 戰地風雲2012一開始也不是一款好遊戲 甚至可以說糟透了 但自從第一季更新後 玩家明顯有回來 而且也改進不少東西 但別誤會我的意思 2012仍然是一款不及格的遊戲 現在頂多只有45分而已 但體驗比只有30分的無限好太多 付費的2012跟免費的無限 Steam在線人數不會差太多 但免費的無限跟免費的APEX英雄比起來 則輸了非常非常多 無限跟自家的四關掌合集 比起來雖然沒有差很多 但四關掌合集比無限好收場 功能也更多更齊全 而且四關掌合集比無限更新的更勤快 拯救無限的方法很簡單 趕快丟出Forge 讓社群幫忙做地圖 這樣就能解決地圖缺乏的問題 丟個槍鈴彈雨模式 隨便把戰役的其中一個場景拉出來 然後弄個5波流放者敵人 最後一波丟個會顯示血量的小王當結尾 給玩家能選擇伺服器的功能 不然高ping真的太難打 某些地區也很難收到人 你看我雖然是隨便講的 但這些簡單的東西 343應該能做到吧 各位對無限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是跟我一樣只有活動才出來露個臉 還是每天打每天爽 又或者已經解除安裝了呢 歡迎各位在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看法